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细菌的致病性。 一些细菌之所以具有致病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细菌的一些侵袭能力和产生毒素的能力。 细菌的侵袭能力,即侵袭力,是指细菌突破宿主皮肤、粘膜等生理屏障,进入人体并在体内定居繁殖和扩散的能力,即粘腑定质与扩散能力。 细菌的侵袭能力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细菌的结构性物质,包括菌毛、夹膜、表面蛋白等。 2.侵袭性酶类,例如电机酶、电档酶、透明质酸酶等。 3.侵袭素,一些细菌携带的基因所产生的毒性蛋白质。 3.与细菌粘腑及侵袭相关的物质包括粘腑素。 粘腑素是细菌的菌毛或表面蛋白构成的。 借导细菌粘腑到宿主细胞,参与细菌的粘腑与定质。 粘腑素包括菌毛和非菌毛粘腑素。 第一个图是非菌毛粘腑素,表面一些蛋白性的物质与宿主细胞特异性的结合。 后面几个图是不同的类型的菌毛。 由于菌毛结构不同,与宿主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的特异性和能力不同, 就导致了不同细菌对宿主的感染部位有差异。 第二,加膜。 加膜也是细菌的一种特殊结构,具有保护细菌、抗吞噬、抗杀菌物质的作用。 同时,由于加膜是粘液性物质,所以也参与细菌的粘腑。 三,侵袭性酶类。 该酶类不具有引起疾病的作用,但可以帮助细菌侵袭、扩散。 如A群链球菌所分泌的链基酶、链道酶、透明质酸酶等, 使细菌感染之后的农业稀薄,细菌容易扩散。 四,侵袭素。 侵袭素是受侵袭基因所控制,是有些致病微生物产生的具有侵袭性能力的蛋白类物质。 五,细菌生物被膜。 生物被膜是由细菌所分泌的包外多聚物、包外多糖或蛋白质附着在有生命或无生命材料表面后形成的膜状结构, 是细菌的群体结构。 生物膜的构成,首先形成微菌落,很多微菌落结合在一起构成生物被膜。 微菌落是由单个细菌所构成,这个图是电竞的扫描图。 这个图是很多细菌微菌落构成的生物被膜的图。 细菌要造成宿主的感染,除了侵袭力之外,还要产生毒素。 细菌的毒素由外毒素和内毒素两部分构成。 首先我们看一下外毒素。 外毒素都由格兰式阳性细菌产生,少部分是格兰式阴性细菌产生, 并释放到菌体外的毒性蛋白质。 外毒素的主要特征有,一,化学结构属于蛋白质。 其结构是由AB两个亚单位构成,形成AB模式。 其中A亚单位为独立的效应部分。 B亚单位是载体借导毒素A亚单位进入细胞。 有一部分为单练态毒素,仅为单条态链。 第二,外毒素的毒性强,对组织器官有非常强的选择作用。 三,不耐热,理化性质不稳定。 因为其化学结构是蛋白质,所以当温度升高之后,蛋白质就会发生变性。 四,抗原性强,可制成类毒素和抗毒素。 经甲醛灭活之后,可将其决定毒性效应的A亚单位破坏,只保留其作为载体的B亚单位,形成类毒素,即有抗原性而无毒性。 用类毒素免疫动物之后所获得的抗体经分离醇化之后,就是我们所用的抗毒素。 不同的外毒素可引起不同的临床症状。 图A是破伤风缩菌所产生的破伤风晶蓝毒素引起的破伤风的临床表现。 患者全身骨骼肌同时收缩,呈典型的脚弓反张状态。 由于人体的背肌比腹肌更发达,所以当肌肉同时收缩的时候,背肌就是肌体呈现背躯的状态,使该患者呈现典型的脚弓反张状态。 B图A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所产生的表皮波脱毒素引起的表皮波脱综合征。 第二种毒素是内毒素。 内毒素是格兰式阴性细菌细胞B中的结构成分,即格兰式阴性细菌的外膜。 在细菌裂解之后,才能释放出来的脂多糖部分。 外毒素的主要特点有, 一,由格兰式阴性菌产生,格兰式阳性菌不存在。 二,化学性质为脂多糖,所以耐热,理化性质稳定。 三,毒性作用相对较弱,且无选择性。 四,抗原性脚弱,不能脱毒,成为内毒素。 这两个图是内毒素血症之后给病人造成的损伤。 左图是脑膜炎双臭菌感染之后,由于大量细菌死亡,形成内毒素血症,造成血栓DIC等,所以病人的四肢全部被切掉了。 而右图是一个婴儿的手掌,也是由于内毒素血症,使手指全部坏死。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